7日团体成员在会面,人还是当年的模样,简直回忆杀作日无尊严亚伦等明星,参加了明星篮球比赛,比赛播出后,两人的名字就被刷上了热搜。 当年的飞轮海成员时隔多久再次见面,不止粉丝,很多网友都在感慨当年,当年飞轮海出道,可谓引起了一阵轰动,毕竟当时的偶像团体还是不多,几位小鲜肉瞬间俘虏了众多少女迷妹们,点进热搜可以看到好多人都在说火酒店之类的话,也对于两人见面感到很感动,毕竟都是青春的记忆。 对于90后来说,飞轮海应该都不陌生,更有人晒出了当年满的周边,感慨当年的无尊现在,都是两个孩子的老爸了。 而飞轮海这个名字,也随之时间的推移,不再被大众所知,确实挺伤感的。 这个圈子最不缺乏的就是新人,老人随之新人的出头自然,得就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,很多人都对于飞轮海当年几分,抱有遗憾与疑惑。 据众多网友分析,原因其实可能就是出现在颜亚伦身上,当初几人一起组合的时候,颜亚伦是当中年纪最小的。 相比之下年轻气盛,总归是有些傲气和韧性的。 但是团体活动最忌讳的也是这种个人主义,况且陈寅如和汪东城更是在组团体,之前便是关系更好的。 同时相比之下,汪陈三人年纪相放关系更好。 倒不是说三人排几言,但是矛盾日积月累,的就堆积起来了。 光是那种一般有事都会选择放在心里的人,而言却,是有事一定要说出来不然就会不舒服的人。 两人在长期的相处中,慢慢的就产生了矛盾,而后吴因为结婚生子家之年龄增长,不适合走偶像路线,所以选择了退团。 这个时候开始,贝伦海就算不完整了,而这次无言两人见面引起一些粉丝的感慨,那是否两人关系真的很好呢? 具有粉丝说吴曾提到女儿已经出生了很久都没见过言,说明无言二人私下并未经常见面,但这些都是网友的片面之词。 可信度不怎么高,我觉得四个人毕竟在一起那么多年,感情多多少少,肯定还是不错的吧? 但长时间在一起矛盾肯定还是有的,不过不能因为这些小事,就否定了整个组合的关系。 毕竟一起走了那么多年路的人是彼此而不是粉丝网友,粉丝们也不要去随意揣测他们的想法。 昨日吴曾发了一条关于女儿Maria的微博,下面有人评论,提到兄弟两人的见面。 吴就发了这个评论的派,回复说是good moments,可见吴对于见到昔日好友还是非常开心的,不管怎么说,飞轮还都是我们一代人的记忆,希望他们四个都能有不错的发展吧。